财经APP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APP的节目现场 为您进行财经APP的单元 同样的呢我们今天也是要跟我们的科技新报 营运总监林昌明来连线 请他来带我们一起观察最近的一些科技产业方面的动态 还有财经的一些趋势哦 昌明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是我们看到最近科技产业方面的状况还蛮多的哦 其中一个是有关于太阳能板跟太阳能电池的这个部分 最近台湾厂商好像有点运气不是很好哎 对一听到小李达股价就连跌了两天 对啊真的从礼拜一开始这样子 对那原本他们就是美国对于太阳能板停销 他是针对中国大物厂商 对啊那怎么会少到我们呢 所以说大厂商就会把单子都转到台湾来 所以台湾在去年因为这样就是说 很多业力都不错 然后股价也是打半天 对但是今年刚好因为这个案子是这样 他认为说台湾也有这种来计算的疑虑 就把它跟大物业者一起合并来计算这样 然后就针对这个来做一些税率嘛 税低26.33最高到165.4 就蛮高的税率 等于说是一个惩罚性的关税 其实台湾业者应该早就有在猜想说应该会被科到这个税 可是好像没有想到这个税率会这么高 就比较影响比较大 那可能就是说他们就要到第三地来生产 离开这个Made in Taiwan的问题 比方说台厂就有在墨西哥跟厂商合作 我在这边做组装好了 那我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他们用那个大鹏公司在墨西哥的据点去生产 然后再去供应美国市场 一样还是可以做生意 只是说绕一下路 所以说为了他们维持在北美市场的这个竞争力 等于他们要来加快这个海外布局的一个速度 对不对 可是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地区的业者好了 比如说你看像东南亚 他们也在发展这个部分 韩国 日本 那像我们跟中国大陆被科这么高的反倾销税 那他们反而不是就做收益 对啊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有点倒霉耶 应该说被中国拖累啦 因为中国它采用那种很低价的方式去竞争嘛 产能很大 那这确实是 甚至说国家也有补贴嘛 是说它确实会有一些 比较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那台厂的话其实是就近跟大厂商合作 因为可能很多大厂商是他们没办法出货 那我就透过台湾来出货 那美国当然也不是笨蛋的 但我觉得说 诶 我这样采了它其实是你们都是有关系的 那这样其实就要磕这个反倾销税 反正他就一网打进来把这个网做大一点 把你们通通都抓起来冲的感觉 诶 那我想请教一下 像这样子被磕这个反倾销税 会是永久的吗 还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确定下 还没有 因为还是初判嘛 哦 所以还有机会翻盘咯 对 它在今年底会公布这个最后的中判结果 这是12月16号 哦 所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对 就是让大家去引领 可是我觉得台厂已经都 是比较聪明都已经先布局在海外了 对对 因为你其实只要你卖够广 就是找到厂商跟你合作 就可以避开在台湾生产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会采取不同的一个供货策略 来因应这个美国市场的一个问题 可是这里我觉得有点反应就是说 欧美的这个太阳能板 跟亚洲厂商之间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状况 嗯 这成本差蛮多的 所以难怪他会觉得 中国大陆跟台湾有低价倾销的这个现象 而且最有趣的是说 我不是生产便宜吗 嗯 那你注意看台湾有没有 装太阳的厂商或是产业 或是公司很少 嗯 可是在美国很多 对 或说也很多 嗯 因为他们就是创造很多聚业机会 嗯 甚至说 哎 他发电这个价值还可以拿来 跟那个什么 传统的地产竞争 嗯 造成很多很多的商机吗 嗯 可是在台湾比较没有 嗯 我们台湾市场上比较特别啦 就是台湾市中制造了 嗯 那我们应用的部分真的很少 嗯 政府也没有什么很积极的补助 嗯 不过最近经济部说 他们会来协助厂商 啊 当然我们也拭目以待 到底嗯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来因应这样子一个贝科反倾销重税 这样一个状况 这个税率看起来还蛮可怕的 因为反倾销跟反垄断 这个都是蛮常见的议题嘛 像微软他最近也是被中国大陆 就是突击检查 哦 对这个新闻还闹得蛮大的耶 对 那微软也是被涉嫌说 是有垄断的问题 哦 可是他在大陆的市场 有 真的有大到这种被垄断 还是说这有点大陆方面在借题发挥呢 应该说真的是大到这种分别我错 这在台湾也是嘛 是啊 他们要把中央政府预算 采购微软的系统这个钱变烧 或者说我停止去采购乱的东西 可是微软变成说 他希望说你去买他新的系统 因为他批要停止资源的嘛 他希望你去用Windows 8 就是会希望做这个东西 那在大陆的话 有两亿台电脑是使用茶匹的 那很多是政府跟企业 那这些世界其实就跟这个 翻楼段调查有点关系的 对 因为他现在不能不再支援啦 对 那他这两亿台怎么办 两亿耶 对啊 所以说他一旦就是如果说 不能够通过这个调查 被认定是隆断 那他就要面临很巨额的罚款 感觉像也有点中国大陆跟美国 在角力的这种味道 对 像高通也是嘛 高通也被中国政府调查 所以有垄断 其实也有可能是他要去 扶植他们的电厂商 这个都是市场上的谣言啦 但就是说 中国市场你要去 做一些竞争 或者做一些开发 都会有一些当地的问题要去面对 那外商可能就 必须想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才行 虽然说有人认为 微软的确在大陆 其实我想也不止大陆啦 其他国家也是都有 这些垄断的现象 可是像中国大陆 他们的盗版也很多欸 对啊 就是两台有一台盗版 所以这样子感觉也很奇怪 你自己的市场盗版一大堆 然后就跑去查人家的地方 然后就说你们有这个垄断的问题 这种垄断其实就会障碍创新嘛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在谈创新的部分的话 可能都会聚焦在什么网络创业啊 三级电影啊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三级电影的部分 三级电影的部分就是最近就是 其他有做一个粗造围工厂 那这个围工厂就是说 他找很多三级电影的厂商 然后还有印表机的大厂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工厂里面 然后让这些家庭用品啊 或者说一些新创的东西 能够在这个工厂里面去量产 然后让他们去做小批量 小量的这个贩售 那如果说量很大 他也可以把你辅导成那种 正式的大量生产 让很多创业能够被实现 比方说你以前可能想做一个 我只假设一个 很好玩的一个小家店好了 可是可能你去找工厂帮你生产 他可以讲说 你没有做一万大部分帮你做 可是医院的方便说 你今天只要做一百个两百个 他也帮你做这个东西 那你的理想就有可能实现 好神奇哦 像我们如果说有个idea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那不得了 你光是开模啊什么的 对不对 那个都要花不少成本 你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的话 大概很难回收 没错 所以他们就说 叫做围工厂嘛 就是说你要做小量的话 我们有那种 商业练营的设备 能够帮你做小量 所以他等于是鼓励很多的这种 应该叫微企业了 这个连中小企业都还不到 这样的程度 或是说个人工作室 他们如果有好的idea 或是好的发想的话 他们不需要自己去购买 这些机具设备等等 你就请他帮你来做看看 这样 比方说 智慧冷水壶嘛 滤水或是防泼洒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 需要比较精密的这种 设备去打造出来 那如果说你今天做东西 其实没办法量产的话 其实在聚义这边先做 是比较好的 或者说是烤箱 以前我们烤箱不是要 两手分一区才能够拿食物吗 对对对 那我们就把设计成那种 抽屉式的结构 让这个拿食物就更方便 这也都需要善于联营 来帮你做这种 第一阶段的这种设计 跟成品的验证才行 有人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 应该说是草图吧 还是说已经做出来这种东西 做出这种套件跟SOP 让你可以去follow这样 你就比以前的人 更不需要花时间 去摸索这些东西 以前可能老公 他要花很多时间 才能够把一个东西做完 对对 那现在可能都可以加速 就是用群众的智慧 好就是说 可能有一个人 他提供了这样子的原型 那另外一个人 他可能想说 那我可以在里面 加上一些什么软件啊 对 一些零组件的部分 然后郭董他们的 富士康跟洪海 他们也有做什么 富梦王 对对对 也是类似的东西 比如说他的上围 跟指导规模 没有像G1的这个 出造围工程一样 这么的巨大 比较小 可是也可以 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 原创的草图之类的 他们大概到上个礼拜为止 有15个专案已经启动了 在这个富梦王上面 可是在那个G这边 大概就几十个 几百个案子 比较大 对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那一种 就是说可以接受人家的 提案的范围 可能range比较大一点 对比较大 因为上次看到富梦王 我不晓得啦 我在网路上面看到 郭董不要来告我 这样子 有人说 他们有时候提案啊什么 然后好像就被 石沉大海 或者说被批评啊 因为说他们会比较 看能不能量产 对因为其实郭董他们的东西 其实比较适合量产 就他们对量产是很有比套的 那如果他觉得 A-SWN会做起来 那可能你被排进去的案子的 几率比较大 我们讲说优先顺序啦 你应该讲说 你不是说石沉大海 而是说他们的优先顺序 应该会选那种比较 容易黑头到的 对 但G1变成说 只要你有idea 都可以上来玩玩看 好厉害哦 我觉得G1他本身也很奇怪 他做的东西已经是 蛮五花八门的 嗯 从什么引擎啊 对啊 发动机什么的 爱立生创办的公司 就是大大小小 各式各样 你想得到想不到 他们起义都有做 所以他们现在来 创办这个 维工厂 我觉得也还蛮符合 他们的这个 企业的特色 他们可以拿去 在G1生产了 说的也是 互蒙其力 一方面又可以鼓励创新 这样子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亚马逊也切入这个 三业练音市场 哈 亚马逊不是这个 卖东西的 他现在也要 投入这个市场了 对啊 等于是 让你更简单 如果你是一般人 你不会设计什么东西 对 你也没有想要设计什么 他就给你一个 线上的网页 你可以去选择说 你要做哪些东西 比方说小人的模型啊 或者说一些小的东西 或是说家用品或玩具 或者说手机保护盖 那你就选你的样板 你再选材质 选颜色跟风格 在线上完成哦 设计好之后呢 下单给 Amazon 他就帮你 马上做三业练音 议好之后 就把你寄到你家 天哪 好神奇哦 好神奇 所以这个就是 连素人都可以 去达成这样的一个 梦想就对了 对对对 比方说我们在讲什么 什么相片转印 马克杯 对对对对 不都先上去做嘛 那 Amazon他们也 他们说就是说 我提供200种 不同的东西 你可以一次来选 你要做什么 他把它的范围 变得非常非常大 而且用的是3D练音 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练音 对对对对 所以说他等于是代客 制作这些东西 那 影响会非常大 原因是因为 一般的大家都是在 卖机器或卖设备 给那些梦想家 可是他就变成说是 有大梦想家 也有小梦想家嘛 那你现在 想你是小梦想家 他可以帮你圆梦哦 真的耶 然后就 影响会非常大 所以比方说 你现在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小的艺术家好了 或者说你 就是喜欢拍东西 或者喜欢 玩些好玩的创作 那你可能透过他这个系统 你可以做可能 一两百个就卖给亲门好友 或者说送给别人 都可以 那甚至说 受欢迎的话 你可能就大卖 他这个对于这个文创产业 有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说 我就算是没有什么设备 我也没有 那我就付一点钱 我也是可以取得 我要的这个东西 因为设备成本 他都不然也摊低调了 我们刚才有一个人 或是说一个个体户 一个工作室 一家小工厂 你要去投资这些机具设备 那不得了了 你要做多久才能够回收 对啊 而且耗材也很贵 对啊 你也没有那么多 丰富的这种选择性 对啊 他以前可能觉得说 我们自己弄了印表机 在家里 对对对 就觉得很赞了 可是你看东西 现在去看的朋友们 这这几年 有谁在用印表机 印自己家里的东西 其实几乎很少 对对 因为成本太高了 没错 你因为还是我给上 照样款印 对 印数位相机的照片 嗯 我要印多少 而且你就注意看 它那个价格 跟十年前相比 有增加吗 嗯哼 好像也没有 对对 好像也很便宜 对 等于说科技的进步 会带来 整个产业结构的改变 对 这一展会很大 所以很多厂商 其实它 如果是它是很依赖这种东西 的话 可能它就会很错 嗯对 它就会影响它的营收 对 但因为Ambion 它现在只是刚开始了 所以它只做了两百种样品 哦 年耐不少了 万一 万一它先提出万种商品呢 那完蛋 一概是采购服务 那可能大家很多人 就会叫我说怎么办 那我觉得最直接冲击 是一些玩具业 跟手机保护科 哎 真的呢 那些做玩具的 它这个完全就是量产客 之后 你都可以做更便 完全不一样的嘛 对对对 我觉得这影响会很大 但它还是会比 你去买一个手机客 两百块贵 是啦 可是差别在于说 你是客制的 对 独一无二的嘛 连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 嗯 而且讲究个人化这个时代 你可以想要当手机 摘一个猫耳朵啊 这个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觉得生意 人头脑也真的是动得很快 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创意家 这样子 对啊 好 那咦 最后我们是不是又要来研究 这个Google了 这个 这个大数据 大数据 感觉真的是无所不能 嗯 上次我们说它可以 这个了解预测这个 流感趋势嘛 对 你知道连健康都可以 连健康都可以 其实大数据最大的一种 其实就是 离我们最近就是我们 就是人类 人有非常非常多的疾病 基因模型 或者说一些东西 是可以被研究的 是 所以说Google就做了一个 这样子的计划 他找了70个 跟100个人 来做 这叫做Best Night Study 研究分析出 完美的基因模型 人类的哦 然后就去找 什么生理学啊 生化学 光学 影像学 分子生物学 这些专家 科学家 去搜集这些资料 然后把它找出说 哎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 远离疾病 怎么样让我们 就是更健康 就找出说更好的 这个基因组合 然后把一些 可能会负面的 或者说 会得到心上病 或什么 就把它排除掉 可以这样 大数据的资料库 可是这样没有 那个道德上面的疑虑吗 那还好啊 因为它可以拯救 很多生命嘛 那可能对于 药物啊 对于什么 基因的疗法 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这些资料可以提供 给很多单位去使用 所以它这个是 征求就是自愿者 你可以提供你的 这些资料 同时还可以有一些 健康数据的追踪 大概是这样的 对 这个他们都会到最后 都会跟健康追踪 平台导物在一起嘛 所以我之前提到说 苹果 苹果也要做 健康追踪平台 所以这些都是 未来的趋势 就是说医疗跟 科技 还有医疗跟电子的结合 会有 非常多的应用 不论是资料 或者说是 检测啊 或者说说 怎么样做好健康管理啊 这些点都会有相关 所以这个 尤其是现代人 都蛮注重这个健康的 所以这个部分 应该还算是 蛮有前景的 不过 我一直在思考就说 如果他在台湾的话 我不知道法规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限制 这个就要问我们 伟大的卫福部 对 这个可能有一些疑虑 那可能有很多医疗院所 可能会抗议的这样子 抗议或者说是 干脆合作 合作吧 那因为台湾的限制 比较严格嘛 像我有个 就是 跟医疗相关的朋友 Kimberly 他就有提到说 像卫福部的话 我们不是很多东西是 进口的东西 要经过卫福部 整合验证嘛 对对对 但是呢 在香港跟 加拿过或其他地方 只要美国FDA通过了 欧盟通过了 就可以上市了 不用再特别验一次 但台湾都要 那就会造成说 他讲这只是一种 某法规上的限制 可是其实这会让我们 很多东西是 比别人慢的 嗯对对对 甚至说是不能够上市的 所以我们的法规 其实是比较实的 嗯嗯 反正就是说这方面的 想法会比较保守一点 对那美国虽然也很严格 但是他至少要去鼓励创新 那你说台湾变成说 可能很多创新都要去国外 可能创新 在台湾做成 你在台湾连做实验 都是非法的哦 很多东西是这样子 嗯嗯 而且他有的要分阶段性嘛 对啊 那像国国度的计划 是很显然 不能在台湾做 对 可是美国可以 对可是 可是你要知道 他们在于说 因为台湾不能做 所以我们就一定会落后 这个是很肯定的 嗯嗯 有时候这种法律规范哦 就是说永远走在科技之后 但是你当这个科技 呃这个产业 或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创新 已经出来之后 你法规如果还不往前赶上这个进度 反而就是在原地踏步的话 其实会限制住很多的一个发展 而且像科技这种东西 其实真的叫做一日千里 明天一睡觉起来完全又不一样了 嗯 好 也是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这样子的一个资讯方面的一个参考啦 好 但也许大家可以一起来认真的思考看看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科技新报营运总监林昌明 为我们带来相当多有趣的内容哦 昌明谢谢您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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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